无论你是刘德华还是周杰伦 都是能够躲在冲凉房里面头头唱 因为已经不能开演唱会了 你要马来西亚变成下一个阿富汗吗 投票日越来越近 各政党人士使出浑身解数拉票 行动党副主席兼霹雳州主席尼可敏 在呼吁选民投票给西蒙时 不仅分析了投资理论 还搬出了刘德华和周杰伦 借此预警选民不要掉入马华说的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论述 在霹雳州华人选民加印度人 加起来总共高达接近50% 应该是48.9% 是一半的 这一半的选民如果大家集中力量 你就是可以完全主宰 我用主宰这两个字 整个政治版图的改型 这体现了千万不要掉入马华的不倒民众的谎言 说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我同意如果是投资股票 就不能够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投资一定要分散风险 可是政治不是投资 政治是人头的游戏 你人头不够人多 拳头不够人大 那你就必须要团结起来 你看一党执政的几岛已经禁止核法万支票 已经禁止任何的公开演唱会 就好像我时常说 无论你是刘德华还是周杰伦 都只能够躲在冲凉房里面头头唱 因为已经不能开演唱会了 你要马来西亚变成下一个阿富汗了 所以霹雳州整个选情 我刚才说了 华人的选票可以决定40个州议席 如果我们能够像上一届这样这么团结 西盟要在霹雳州赢取35席 就是我们35 国阵国门24 这样子就可以组成一个强大稳定的州政府 相差9席 要跳槽也没有这么容易 我非常有信心 OK 另外谈起霹雳州行动党的排兵部阵时 尼克命也针对黄家河 从宜保东区转战太平的布局做出了说明 太平团队在过去是属于行动党的黑区 我们连苏41年 直到了308 我亲自下去的时候 获得大家的厚爱和支持 才很幸运的影响 所以我们特别珍惜太平国会 必须要确保他成为火箭的堡垒 所以为了确保太平能够胜出 我们必须派出一个大将 年轻的大将来促征太平 家河是行动党第四代 行动党第一代是 加巴星 林吉祥和迪巴尼亚 还有真明星 第二代是林冠英 尼可汉 安布拉 这些人 第三代是陆兆胡 尼克明 这些人 加和是属于第四代 我们已经行动党目前已经进入三居时代 十年后就会迈入四居时代 所以呢 是必须要加和在这几年来表现优异 尤其是在成为我国史上最年轻的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 我们都西角的单瓜色 给了给了我国家的 我们可以表现 标情 是时候让他走出舒适圈 接受更大的挑战